祈祢 好 我們在座各位 慈祢光還有 祈祢光還有 歐彌陀佛 慈祢 佛佛 想照夜 多念佛 今天和尚 不是要為大家來開示 佛法 我要為大家灌輸 一種 正確 如何寫好英文的 基本概念 這個概念 你們假使能 理解的話 包括你自己 你的孩子 將來寫英文的速度 會很快 這一套和尚花了好多年的時間 自己去研究 研究一套 那說研究也不至於 而是說 只是回歸 我們孩子 時代 寫英文的 延時的方法 你方法對了 你 學習英文就很快 那麼今天和尚 也不是要教你們英文 而是基本概念 非常重要 那 後面還有很多的教材 要透過和尚的出家弟子 他們以前都 在英文的補習班 教過英文 我們正的有兩位出家弟子 以前都是英文老師 現在來出家的弟子 數字都滿高的 那麼後面 你們要繼續聽的話 整套的那種 寫寫英文的這些 基本的一些 概念 方法 拼音 四字 你們要打開這個電視台 那我今天只是介紹而已 教 教學的工作 我就 由出家弟子來代勞 因為 我上沒有那麼多時間 要教英文 光這個一套教 要教下來 可以教上一年以上 我的內容很豐富 不過你要輪回關頭 剛開始 你可能會感覺 有一點生疏 但是慢慢你進入狀況 你會發現這一套的 教學的內容 的確是 非常 效果很好的一個 學習英文的方法 那 和尚也要這本書 這本音 這個 從List book開始學英文 讀音四字學習法 這本書和尚也會出來 那麼編好之後 你們可以對照 我們電視台 我們出家弟子所交的內容 你們可以在家裡收聽 你們孩子不管 尤其是讀初中的孩子 或是國小的孩子 最需要 打好基礎的這些 孩子們一定要叫他們來聽 因為對他們以後 學習英文這一條路 到他大學畢業 那是非常非常的 那幫助很大 不要小看 你們好好聽 你就知道 哇 這一套的和尚 自己創的英文學習方式 真的是和尚很辛苦的 用我的智慧去 創造這一套的學習英文法 因為和尚太沒有時間 這一套英文學習方法 其實我在十年前就開始想編了 那時候都找不到時間 那剛好我這一陣子因為好休息 因為我骨質疏鬆得很嚴重 那稍微只要動作大一點 可能就會骨折 我前兩天又去大醫院間 接受最精密的骨質檢查 那醫生提出嚴重的警告 叫我連坐都要好好的坐下去 所以不要碰就坐骨 骨頭會斷 然後甚至我的脖子也要小心 甚至從井子就會斷掉 那都要開刀 那骨頭一開刀 老人大部分成功力都一半了 開好的話 以後骨頭也是沒力 開不好就是彈彎 和尚很怕 那因為明年我有一個病觀 所以我為什麼說我明年提早要退營下來 就是這樣 以後跟大家的健民機會就越來越少 因為身體真的是出了很大的狀況 所以日後只能在大法會初心跟大家 開示火華 以後的時間你們都要自己打開正的電視台 來看和尚開示而已 因為不能久坐 現在久坐一個小時了 一開始就整個骨頭痠痛不得了 那就是嚴重的骨骼疏鬆的現象 那沒有辦法 就是出家幾次太勞累了 這個過勞 這是過勞的現象 好 那和尚就開始來 針對和尚所創立的聽音式學習法 你們可以看著同音檔我就這樣練 邊唸我可能會邊解釋 好 你們看 那麼為何小孩出生開始 他只聽英文的聲音 到了五歲就可以流力表達語言呢 學習語言要打破那個傳統的學法 這裡應該有一個部分 要像小孩學語言一樣 從聽英再開始學習語言 而且學習的效果倍增 為了證明這一種小孩聽英式字的 學習語言的效能 和尚就掀起立幾個最簡單 大家能聽英變字的單字 來做這個證明 我們知道小孩從開始學語言 從一歲起 學習開國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馬 全世界共同的演馬 再來就啪 馬 第二句大 那麼第三句就是 奶媽 主母 第四句是奶爸 因為都先認識媽媽就認識媽媽 認識阿嬤就認識阿公 你知道嗎 外國的孩子也是一樣 都從先認識媽媽 認識媽媽 認識阿公 阿姐 阿伯 阿嬤 阿姨 小孩 都是開始 小孩開始 眼睛一張開 他先認人 他不認東西 他只能認人 因為孩子希望溫暖 希望有人照顧他 他才有安全感 所以每一個靠近來的人 他都要認識他 從第一個認識 就是每天跟他最親近的 抱他養他 餵他的媽媽 是第一優先認識的人 人 我們 人從出生 一出來 第一個認識的就是媽媽 開始在認識爸爸 所以外國也是一樣 全世界都一樣 第一句就是媽 第二句就是怕 爸爸媽媽 那第二句就是媽媽 那第五句他開始 家裡最親近就是姐妹 還有兄弟 因為小孩子一出生 最能來想看孩子 抱孩子就是女孩子 所以叫做Sister 他就姐妹 然後第六句就是Brother 兄弟 第七句是Uncle Uncle 國外 不管是阿姊阿伯阿姨 都叫做Uncle 他不分得 聽不像我們台灣中國分得那麼清楚 男的長輩通通叫Uncle 你的長輩 阿姨阿姨阿姑 都叫做Uncle 第九句 開始人都認識完了 開始要吃東西 他肚子餓 他要喝什麼 牛奶 Milk 他就開始知道 這個可以喝味飽我的肚子 叫做Milk 叫做牛奶 麵包 麵包 麵包跟餅乾 現在有孩子 專門製造給孩子吃的這個有機的餅乾 滿貴的 合上我專門在吃嬰兒吃的餅乾 因為我的身體像嬰兒一樣 所以人家現在供養那個很貴喔 那個餅乾非常貴 台灣沒有在賣都從香港帶回來 我專門在吃嬰兒的餅乾 我專門在吃嬰兒的餅乾 那是很營養 又有機 但是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在這裡沒有味道 所以第十句開始就是 Bread and Cookies 要吃來要搶東西 玩具 媽媽就蓋 她要玩具 拖飲 來找 我找 小孩子會買很多事啊 漫畫書 有什麼 童話故事的書 給孩子趕快就知道 Book 家裡 養人都會在家裡養貓養狗 第十二句叫做 Cat and Doe Cat and Doe Cat and Doe 我們如果說下雨 像外面的雨很大 這句話 It's the rain Cat and Doe 這就有狗到 下大雨 這就下大雨 知道嗎 你猜我一句 It's the rain Cat and Doe Now 現在在下大雨 庭上就有狗到 下大雨 這句 為什麼養人說是下大雨 第十二句 就是 It's the rain Cat and Doe 你知道嗎 這是下大雨 所以這個孩子一出生 他一定一句一句學習 我是幾例到十二句 當然還有很多可以舉例 但我是做幾例而已 我沒有辦法說全部都列出來 接著我們學生開始學英文 我們換我們學生去學校 在學校開國講英文的第一句 這是我們亞洲人才這樣的交夥 開始從什麼 你知道嗎 List as a book 為這一本書開始 List as a pencil 第三句 例如List as a desk Table跟Desk是不一樣 Desk是比較長 這叫做Desk 這叫做Table Table比較小 Desk比較長 有時候Desk、Table也能搞分清楚 這比較小了 比較小隻叫做Table 比較長的比較大隻叫做Desk 而第四句 List as a chair 這是一張椅子 第五句 How are you 你就要回答 Thank you 這你都會聽不懂 你們跟四個都不會叫不去 對不對 第六句 這另外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麼名字 你就要回答 你們回答怎樣 My name is 我的名字叫什麼 好 那麼看第一句 開心就好 I am a student 第八句 You are a teacher 第九句 第九句 Good morning 來的Good night 第十一句 第十二句 Do you know English 你怎麼回答 你還要回答什麼 I know還是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know就開始跟你講了 I myself Yes I know 也可以 我知道 因為我懂 我會說 第二個 數句 I love you My darling 我愛你 我的親愛 這是 蘭里最朗朗上口的一句話 第十六句 I see 當然我看到 也可以當我知道 第十七句 Bye bye Good bye Good bye 這你都會笑 但是我們大人 不要講 Bye bye 會讓人笑 在國外 只有小孩子 才講 Bye bye 大人沒有再講 Bye bye 大人講什麼 Good bye 不能講Bye bye Bye bye是孩子在國 別人說你大了 吃公子 還沒大 所以從以上的這些句子 我簡單的解釋例子都是 每位學英文的人都永遠會記得 而且隨時可以朗朗上口 什麼原因 因為簡單又常講的自然 就成為每個人母語底下幾個簡易的單字 更是大家更不容易忘記的英文單字 底下還有很多 其實你們認識好多英文字 只是你們不會造句而已 你們英文單字好多人背的好多 你英文單字背多沒有用 你不會造句 一句話都不要講 會人誤我 你們像在學校 你英文單字有的人記了幾千字 這叫造句 造句 造成二十六六 二十六六 聽不懂 不要跟他們講話 我英文單字很多 你認識好嗎 但是就不要講話 為什麼 就是 不常講 就不會講 你常講的話 你學別的道具 你就會講 但是你不常講 英文你自然就不會講 我們用代名詞 人生代名詞 You He See You We Le You Me Him Hur You're My Hur You're Us Name You're Our Lay Anybody Anyone 好 不底下 你們都懂 發的 火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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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In Up Shot below left right arm Table disc chair bed window New house kitchen Dining room book pencil pen notebook 這個你都會學嗎 接下來 幾升到十升 我要聽看看 One two three four 這個你都會學 所以這些簡單的英文單字 你們都會 為什麼你們都會 容易記 但不常用 也不會用 記那麼多 幹啥 要幹什麼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 我們亞洲的孩子 英文單字記那麼多 確實不會講英文 我就開始進入我們的主題 歐美學校 教小孩子 教小孩子英文發音 他們是不教音標的 只教六二十六個單字的發音 還有簡單的拼音 他們就可以教小孩子看字練音出來 也沒有什麼教長母音 短母音 實際上 洋人 講話速度很快 都是短母音 沒有長母音的 所以 因為我們教學生 總是 老師都是一百億人在教 其實真的 你在跟洋人對話 哪有長母音短音 你速度很快 哪有在抵 哪有抵 有抵 有抵 有抵抵 有時候 有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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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教二十六個字母而已 還有他們認識如何拼音 認識五個母音 就那麼簡單 我們看 亞洲國家的老師教英文 都過度的複雜又自私化 反而造成孩子學英文的障礙 我們學英文的目的是要能講出來 讓對方聽得懂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很標準 各位 若要講一口標準的英文腔調 除非是講英語的國家 在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是無法辦得到 因為我們的舌頭都已經定型了 而且外國人他們講話都喜歡撿舌 我要去哪裏你知道嗎 他們都檢舌 你講話 你不是檢舌 外國的英文都是檢舌 幾乎都在檢舌講話 我很痛嗎 你痛嗎 所以我就講了說 縱使是中國人 我們各省份的名詞 講國語也不標準 像浙江省的蔣中正先總統 他的國語有標準嗎 你怎麼聽的 你要認真聽的 好 再來 以前我們 但是 我在這邊 雖然 先總統講中正 他講國語不標準 但是我們是聽得懂嗎 要聽得比較直而已 以前五十年前大陸來的學校外層老師 很少人能講一口標準的國語 我們都 以前和尚這年代的人 我們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很多從外層來的 你若是靠堂 你聽的講國語聽不懂 你是在講國語還是在講原語 真的啥不懂 聽得有夠重的 但是聽久我們就聽懂了 這招嘛 習慣他的腔調 你就聽懂了嘛 請問中國人 在學校教國語的老師 都沒有辦法說一口標準的國語 乃至大陸來的每位老生 講國語也都不標準 但是我們都聽得懂 我們台灣國教界 每位老生講的那個國語 有時候 你剛聽的時候不習慣 聽不懂 像以前 來 我們布里大火 我主期的聖道牢上 那兩年前我生 他在講的時候就跟廟 我沒有三個 他也在講國語 新穎大師開始在講你 鄉天也聽不懂 每個牢上講話都有他們的腔調 像新穎大師是揚州 他不是大陸揚州的腔調 那個不一樣 所以我們聽大陸各省的人 人的民族在講國語 我還是聽久還是聽得懂 只是聽的時候會比較吃力 那英文也是同樣的情況 不是英語國家講英文都不標準 所以有人說他誰講英文標準 我說哎呀 不要臭大 別講話 誰講英文有標準 你給我站出來 講英文怎麼標準 我們自己講國語都不標準 你們講的國語怎麼標準 台灣國語 台灣國語會標準嗎 英文也是一樣 除非你是英國人 你講英文才是標準 美國人有多種名字 美國裡面有西班牙的 有法國的 有德國的 有義大利的 那國語都不一樣 所以你說什麼叫的美語 沒有美語 哪有美語 美國語是什麼 美國語就是中和語 要以什麼為標準 美語是要以誰為標準 哪有標準的美國話 沒有亂講話 真的沒有標準的 你如果聽義大利在講的英語 你來聽西班牙在講英語 沒有西科在講英語 你如果聽黑人在講英語 才會脫出來 我沒有陪你 所以什麼叫做美語 我搞不懂 是誰創出來的名詞 好奇怪 什麼美語 英文 真正英文就是 英國人講的 那才是真正的英文 沒有標準的 只要 所以 大家講英文都不標準 所以我們講英文 要注意的是什麼 花音正確就可以了 經常講自然就流暢 外國人 都聽得懂你的意思 上面 以和尚為例 大部分的台灣人 講國語或講英語的腔調 都跟和尚一樣的 成為台灣國語或台灣英文 我們現在講都是台灣國語 要台灣英文 我現在講國語沒有標準 沒有 但是你們聽得懂嗎 懂啊 對不對 新加坡人講英文 你聽到哪裡 像你說台語你聽到嗎 新加坡講英文 那句腔調好重喔 日本人講英文就成為日本人的英文 日本英文 新加坡人講英語就成為新加坡的英語 菲律賓人講英文就成為菲律賓的英語 菲律賓是誰 我們小孩要學英語 不可以跟菲律學英語 英文講出來很像菲律賓人在講英文 沒有辦法標準啦 沒有辦法標準啦 腔調各國有各國的腔調 有的很好聽 有的好難聽 最難聽的就是 最難聽的 日本人在講英文 完全好像在講日本話一樣 聽新加坡人講英文你會笑出來 聽黑人講英文你會吐出來 所以他們各國的腔調都很重 但只要發音正確 我們還是聽得懂 和尚講的是台灣英文 但我到歐美各地從事貿易十多年 溝通無礙 兩人都完全聽得懂 否則我如何經營出口貿易呢 我上單身匹馬跑遍歐美各國 我講了一口不標準的台灣英文 我怎麼做生意啊 還要跟他打契約 而且我們都是爭槍實彈 都是商業的 你講錯一句話都不得了 還要跟他們打契約 和尚我曾經請過兩位洋人 當我的助理司機 溝通完全無礙 我出家地址前天都在聽我 跟這兩位洋人助理對話 旁聽的都感覺 和尚與洋人對話流暢無比 都感覺和尚很厲害 其實哪有厲害 語言常講就流暢 沒有厲害可言 就像和尚的小孫兒小孫妮 英國會 五歲就會講英文講得呱呱叫 因為父母每天指東指西 教小孩子講英文 讓孩子看像聽音講英文 但是孩子不認得英文字喔 這就是寫英文最延實最有效的方法 底下和尚我自創一套看像聽音四字寫英文的方法 我用這一套的方法 我經過兩個月來教導信念我出家弟子們 他們現在都已經認識好多英文的單字 無論是陸地空中 四周看得到的景物 都能說出口 有時候感覺自己都很訝異 而且越學越興趣還越努力要寫喔 以前他們對英文是沒有興趣喔 經過和尚這一套一加下去 哇 越學越興趣啦 大家又很認真 好你做筆記啦 鄭德我們出家弟子幾乎都是大學畢業 有三位是碩士畢業 以前能說出的英文單字實在是很少 雖然大家在那邊的筆記不懂啦 修書筆記了 英語百部幾年 不記得了 都不記得了 英語得很多 為什麼 畢業之後好幾年 又從來不講英文 也不聽文 所以自然就忘掉了很多的英文單字 你看我們有初中練到碩士 練了一年 初中開始學英語嘛 我們以前是六年 初中各種六年 台學生年十年 碩士二年 三年 都找十年 十年 十年 碩士出來 英語不敢講 英語但是不記得很多 為什麼 因為不常講 不常常講 以前學院去都厭惡科技 考試完了都丟給老師 現在都忘光了 真的 因為真的 我們要到菲律賓英文系國家社道場 我們不得不複習英文 我現在出家地址 連毛毛蟲 叫做Caterpillar 蟾叫做Cicada 蜻蜓叫做Dragonfly 燕子又swallow 麻雀又spallow 有 金龜子叫做Cicada 這都是金龜子 你看和尚我都不會忘記 藏人叫做Cicada 他們都能朗朗上課 你看連這個都會講 毛毛蟲 Caterpillar 叫做Ci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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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語翻過英語 英語沒有 英文沒有殘這個英文字 但是日本話翻成英文叫做Cicada 叫做Cicada 叫做Cicada 不是這個什麼Cicada 蜻蜓 蜻蜓就是Dragonfly 很好奇 一隻龍 天龍在 灰龍在天就是蜻蜓 你們以前不是看灰龍在天嗎 一隻龍在飛嘛 整個講Fly就是蜻蜓 很好奇 Fly是飛 動詞飛 Fly當名詞又當什麼 蒼蠅 蒼蠅叫做Fly 你看別人說Fly 它飛叫Fly The airplane Fly in the sky 我們這個飛機在空中飛 Fly 動詞是飛 當名詞又另外叫蒼蠅 學英文不能只 認識一個字要認識它很多 名詞當名詞是什麼 當動詞是什麼 像Fly當動詞就是飛 當名詞就是蒼蠅 我們有英語就是這樣 不能說 一個單詞詞 認識一個意思而已 這樣你英文永遠不會講 這就是我們學英文的最主要的 這個問題 那就是以前我們都英文考試 這樣第一課 第一課的單詞甚至都只寫一個意思而已 你去背 不知道一個單詞 它有代表好多的意思 我經常最喜歡拿一個toast 有沒有 toast的是土司麵包 當然就是名詞當動詞 像什麼 乾杯 toast不要輕 我們是國王乾杯 土司麵包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原地就出名在這裡 你就要去 你一個字 你要去認識它很多義 當人家說 toast my king 土司對我的國王 什麼意思 你就聽不懂 你讀過toast當動詞 原來也可以當作乾杯 的意思 像我們 國王乾杯敬禮 來 像國王乾杯 toast my king 你就聽我 對不對 我舉例這個 我最喜歡用toast這個字來做舉例 很多字都是這樣子的 太多的字 有很多的義 有人說 你來文字 跟他去世 這字可以做這樣開始 可以做這樣開始 所以你學英文 最比較複雜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字有多義 你都要去背 他當動詞的時候 你要看他的造句 他怎麼當動詞的用法 他當名詞是怎麼用法 當行動詞是怎麼用法 然後他的意義又完全不一樣 我還說一個春天 春天叫什麼 Sprint 春天又一個名詞叫做溫泉 Hard Spring叫做 Sprint這個動詞叫做彈跳 Sprint也叫做彈簧 你叫做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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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t就是春天沒有不對 但當動詞可以當彈跳 這不像意思一樣 要當彈簧 要當彈簧 要當拳 爪 我們說 我們爪叫做Sprint有沒有 所以有一個英文 你記一個單字 你要記很多的意思 隨時都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句子 外國人楊仁他很喜歡 有時候他彈跳 Jump 跳到他們就用Sprint 你就聽不懂 所以學英文 你就是要學很多每個字的意義 因為楊仁跟你對話的時候 他不知道用哪一個字來表達 你不曉得 我去哪有Sprint 你叫跳的哪有Sprint 跳的 Lip也是跳的 好多喔 我們上 帶我的出家地址去到公園 你去到山上 我就直接 一個 從路上 現在怎麼說 電影怎麼說 電錶怎麼說 就眼睛看到 都嚇到就對了 我通通可以講出來 我通通可以講出來 我沒有拿出料 我沒有帶出 我沒有一下 會一直講一下 一起講一下 一起講一下 一直講 這叫什麼 他就 在記一下很快 看到物見景物 聽到這個陰 他不知道字怎麼寫 沒關係 小孩子的學習法就要 看景象 看到這個人叫媽媽 爸爸他就記得 這個人要叫爸爸 這個人要叫媽媽 這個人要叫媽媽 這是什麼東西 這會念的叫做無靈 因為它不會寫 它不認識字 但是先認識因 認識物 要對起來 它絕對不會忘記的 那和尚 我這兩個月因為他們出家中去 解下安基 我就帶他們到山上 到他們海邊 到他們去河邊 還有屋子裡面每樣東西 一樣一樣教他們 要叫他記 我這些出家去才知道 佛山 你怎麼 你腦筋已經 你的身體這麼老 你腦筋怎麼都記得 那麼多的單字 為什麼 因為我常用 常講 常聽 我每天到現在為止 我每天至少花半個小時要聽大家說英文 有TV 我每天要聽 聽 有一個好處就是 不會忘掉英文單字 不然我們每天都要偷襲 你如果沒學習 沒聽到就不會去很多 聽不清楚就好了 也不要聽多 所以我英文單字永遠不會忘記就是這樣子 我不是說我永遠都記得 你也是要復習 有時候要經常看一些英文的文章 聽一些英文的演講 我每天都要用一點時間 不多啦 那這樣就夠了 半個小時英文就講好多了 我們教學 因為大家說英文 它全部都是從頭沒有講博語的 都是講英文的 你就會讓自己去 一直聽 一直聽 很多次你就不會忘記 所以我兩個月帶著 這樣幾十個出家地址 這樣現場 叫他們看天空 看路上 看海邊 水邊 西邊 山上每一樣他眼睛看得到的霧景 通通叫他們 他們就現在要記得很清楚 你照著背 照著背就又吹什麼叫 有一個麻雀在背 十八樓 其實要去十八樓 那要吃的燕子 飛過 十八樓 他記得喔 他不要笑 沒關係 他記得借廟 十八樓 叫做燕子 當洞處叫做吞燕 吞了 吞了 叫做十八樓 剛好不知道誰 哪一個出家地址很天才 說 和尚 燕子吃燕子 怎麼說 Swarrow eat swarrow 沒有啦 Swarrow swarrow 吞燕子 Swarrow swarrow 吞一隻燕子 Swarrow swarrow 我吞了一隻燕子 Swarrow swarrow 所以說 空中飛的 剛好有戰鬥機 喔 一條戰鬥機飛 剛好我們花蓮那個機場就在我們旁邊 啊 戰鬥機 喔 飛下啦 戰鬥機怎麼說 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剛才落下落下這樣說 拍天 好天 落下 都射到 通共 跟對面的山 花蓮風 對面有山 山裡面有房子 什麼要怎麼說 山中的別宗 房子是怎麼說 別宗叫Mention 都不一樣了 太多要記了 因為我們經常聽啊 我沒有比你們厲害 我也不是記憶力比你們好啊 我是經常聽啊 每天聽 也短短的時間聽 就不會忘記過去的英文單字 要用的時候就可以用出來 知道嗎 學英文是這樣子 我們要說英文喔 每天都沒學習 沒要聽英文的進步 不可能啦 你只要每天花了半小時 不要多 甚至一個小時 都可以 你英文永遠不會忘記 而且你懂得對話 不是單字記的都沒有用 你記一萬個 兩個單字沒有用 不會照記 那個兩萬單字都沒有用的 所以 正名和尚所創造的這一套 好 看向聽音 四字 學英文的方法 學英文非常的有效又快速 在出家地址的身上就可以獲得印證 往上 好 你有剛才拍三粒給你們看 這個Spring Toast Swallow 燕子有沒有 對喔 當動詞也是吞 好 來 那和尚就接著要講 何謂看向聽音 四字 學英文的方法 就是在指著警惡說英語 像我們看到電話 叫Fan 我看到電話 說明天 說明天 你說電話 叫Lamp 那如果調燈 說就是Lanter 那是什麼電視 電視怎麼說 電視怎麼說 Television 電視 電視 電腦怎麼說 你就要說嘛 Computer 看了什麼東西 你馬上說出來 學英語就是這樣 天花板怎麼說 司令 這是要隨便說出來 你不能再給你斷一下 聽不懂 所以看警惡 學英文很快 因為你為什麼 令學習者大腦先輸入影像 再說英文 自然容易記住英文 我再重複這一句 這一句非常重要 令學習者大腦先輸入影像 再說英文 自然就容易記住英文 若只是在課本上看字學英文 則明天輩幾天後就忘記了 應該是今天輩 幾天後就忘記了 這如同父母 每天指著家裡的每件東西或人物 教孩子說英文是一樣的道理 孩子看相聽音跟著說 聽久了自然就會說出英文 學英文 絕無絕竅 只有每天看相 每天說英文 一年之後你都會說英文 美國二戰時期 他們訓練一批這個情報 以三個月的時間 要訓練學習德語 還要學那個德國槍 然後你在德國當間諜 才不會被識破 而圍擊生命 他們也是每一天 一直講 一直講德語 也是看得像 一直講 講德語 每天從早 一直練 一直講 一直練 一直講 從不停止的 他也是採用孩子說話方式的教學 在短期間 就可以協會第二種語言 這些間諜情報也 馬上派到德國的後方 開始從事間諜的工作 是這樣子 而且還寫那個德國人的腔調 那更不容易 就像我們要寫美國人講英文的腔調 寫英國人講英文的腔調 還證明我是英國人 那不容易 這就是看向聽音 看向聽音 四字的諧音和方法 在底下 這個是二十六個字母 你們都會練 我也不要練給你們聽 你們都會練 但是今天有的你們練 這二十個音 念不好睡 一半粒 一半粒 這粒 多有 對不對 W W TW 這一個呢 R 不是R 不是夾到阿 R 夾到阿倒進去 要檢舌進去R 再來再一次 這個怎麼黏 L 你看看 L 先發出A的聲音 然後發O 舌頭要向上頂著上二 L L 不是L L 二十六年都那麼好聲 大概 這幾個字 Jurie要嗎 M 發出疲音 M Jurie呢 N N 發N的時候 嘴巴可以合起來 用皮子發音 N 皮子 嘴巴不能合 N M 皮子要 嘴巴要合起來 M 發疲音 N OK 聽到不 好 那麼五個母音 讓他們知道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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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A A ε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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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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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呢 ii 可以畫i 12 i呢 可以畫i A 二 o呢 可以畫四個音 o u R 二 u呢 畫三個音 u A 二 这五个母音 A有三种花音 I有三种花音 O有四种花音 U有三种花音 你要记得这样就好 其他的还有X X有X 那么怎么拼音 看底下很简单 子母配对音 我们都是这样 子音跟母音配对 每一个英文单字 都是子音在前面 母音在后面 子母配子母配子母配 没有配的单独念 那我就从第一个子音 来配这个五个母音 你看 我另一个音就好了 应该这样说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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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Mu 但是你也认为Bi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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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有一個母音 有三個音的 有四個音的 你就要去念出來 我們母音只有練一個音就好了 k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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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cu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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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 d do do abc 底下來 這個都是子母配子母配 你要不會念 z la z do do 爱让他 la de 爱让他 来 接着 la z de 泪 de de 都可以读 do la ru de do la lo 都可以 就是说他有五个母音可以去配对 他有五个母音配对 一个母音它有三个音 有五次格音 你都要会念 这个整个都要念得熟能生巧 你就开始可以拼音了 好来 那我这叫子音配母音 最重要是在这边 最重要的 这个教材最精华的地方是在这里 26个字母的配对音 我们只要熟悉配对音 就可以听音试字 从此容易认识记忆很多的单字 也就是说你听一个音 你就可以写之三个字母 四个字母甚至五个字母 你听一个音就好 你就听到这五个字母出来 像conversation 你把com就com verb就be 你记一个音就可以写四个字母 就是听音辨识 听音四字法 听音 我们抹那个音就好 记那个音就好 你配对音会哭 你虽然人家两个字母就能写出来 你要记单数你不要记背字母 你背音就好 背音就好 音也背出来你就写会出来 你就听说背很多字 记很多字 还没写没记住 你们过去背英文就是背字母 背的钥匙 这样考试过了什么都忘掉 只要你先跟小孩子一样 去认识那个音就好了 去记那个音 以后 你懂得这个背对音之后 你就可以很自然 在场的英文字母 你只要音念出来 你就可以写出来 就是这样 这套是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学习英文速度很快 我就举例 因为这是第一个A是一个单词而已 其实这个不用举例 但是我是要让你们大家 当我们听到一个 二 二是A另外 A是发呃的声音 也发啊 发A 有时候发短母音长母音都可以 我们不讲短母音就长母音 assume assess assister associate assembly 我们看第一个就是A 好来底下 这个都是我的教材 那听到ant 蚂蚁也叫做伯母声母 ant 我们就知道 ant就是 头前就是an anti 听到anti ant就是anti anti就是ti antitor 十一所 and and 我听到两个字没有 and 一个an 一个d 你也知道是and antibody antibody and 你也知道 头前这个是anti ti va 就是vod d就是dy antibody antifree radical 自由基 抗自由基 antifree radical anti free free 所以 那你知道aree an 是ant t就是ti r ray 就是ra d d di call 就是gal 好来 再往前 再往下 好来 那现在第二个 s 那我们听到ask 你有知道 头前的as 表的k aspect s 你不知道s有没有 pact 列出来了ascent strain 因为他o 头前就是s train 你就知道了什么 好来 这个r 我们听到r就是 al ark art article artificial articulate argue 有没有 然后跟他们争论 你如果听到这个r 你就是到前面就是aar 好来 在底下 o auto 你都听到o 就知道是au au的配对音 o就是au的配对音 auto august autent authentical 真实的 o 听到o 阿伯你不要管你 你都说o o就是au o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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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就是作者 这头点是o authorized authorized 头点就是au 好来 这就是配对音的意思 再来底下 还有一个australia australia 623au 再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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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ai a m 6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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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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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e 都不拼 a e s 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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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Force 空間 Air Conditioner 你知道 頭前就是 AI 額 C-O-N D-I Shen T-I-O 它就Shen T-I-O 它就Shen 又不一樣 Conditioner 就是空氣調節器 就是能軟器器 你頭前是A-I-E A-I-E 你就知道A-I-E-A-I-E 這個配對音 好 來 好 來 At-Atlantic At-Atlantic 大西洋 你頭前就知道 At 你有什麼At 你就下出來 At least 所以就是兩個字 At all At once At last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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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氣 氣氛 魅力 所以你要聽那個音 你就可以寫兩個字出來 逢 At all Et all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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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al 为 alter 修改 autotable 就是活桌 alternative 第一个音发o 你有词带就是al tel 就是tel 类就是anative tive 再往下 这就是an an anative 这是and的简称 逆称 所以他说an 认词aun 再来 bur 你听着bur 就是be 配对音bur 就是sari be 叫bur burling 伯林 burk berserk 抗暴 ver bur 你听着bur 就是bo bots 听着法式 音就是th bots money bonus boy boy i就是y bo 的两个字 boy 废腾 b o you born b o b o b o 照出来 好来 咱尽力就好 b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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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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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也VE BASK BAK BAT BAT BANK 你看銀行 銀行可以做這麼多 提案 河邊 田庚 土堆 提房 堆積 銀行存款 叫做BANK 一個銀行這麼多你不用學 不然你是要學什麼用意 聽著MAN 後面還會說MAN 不是面喔 MAN就是 BAM K 你就下一個BANK 這叫做配對音的厲害 後面我的配對音還很長 你們都要在教你們如何配對音 這個配對音你們記起來 英文你以後學習速度相當的快 我用這一套教我的出家地址 他們現在英文寫得好多 這是和尚給大家的一些 寫英文的最基本簡潔的 快速的概念 願大家都能英文進步 阿彼陀佛 曹高月多祢佛